蔡学昆作为新的流量势头 郑猛势必会和上一代的流量之间有比较和竞争 毕竟娱乐圈不断有新鲜的血液注入进来 但资源的增长却没有那么快 前有蔡学昆和张艺兴粉丝 Betro争论谁蹭了蹭的热度 后又有蔡学昆露寒灯还Betro 比谁的灯更多 其实仔细看看这里面的争论 都和明星本人没多大的关系 粉丝在这里争来争去 其实人家明星私下里都相互之间不说多熟 但还是保持着相互的尊重和客气 偶尔也会有互动说到底 也使粉丝行为明星满单 四方在考虑明星的时候 也会考虑明星的形象和品牌的契合度 如果乱七八糟的事情 太多很容易被掠过 而且现如今流量的时代都快要过去 老一旦流量都在想方设法的转型出 代表作B资方最看重的 还是转发率和实际的变现能力 一些虚高的流量 只能维持一段时间的热度 并不能长久长颈鹿里光珠 年末淘丹里光珠 在今年的最后一天宣布脱丹消息 当然两人相恋其实已经有五个月了 恋人李先兵 在2016年9月初演过Renningman 当时也说过李光珠是自己的理想型 不知道有多少李光珠和全昭明的CP粉会哭泣 但是宋仲基和赵隐成应该会松口气 一个不用担心李光珠给他打电话了 另一个不用担心 需要带李光珠去去旅行了 期待过几期的Renningman 的其他MC对李光珠的调侃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 给阿小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